4月28日是马来西亚第14届全国大选提名日 安顺国会议席因为民主行动党霹雳州主席尼可敏 越界挑战民政党全国主席拿都斯里马秀强成为焦点战区 不过由于伊斯兰党加入战围 让安顺一国两个州议席曾经融合巴硕博达马全面爆发三角战 尼可敏领军的希望联盟队伍最早抵达安顺市议会提名中心 接着是由马秀强率领的国阵大军压阵 伊斯兰岛在早上8点40分才抵达提名中心 三方一国两州候选人过后各自提成提名表格 安顺是典型的混合选区 华语和乌译选民各占40% 其余则是印译选民 一次是第一次 我认为是要长时间没有看过 有所见的场合影 在发尼巴安和巴黎面 当理会 因此我认为会让我们更难 是我 приг说 因为发射来 resucup 我们会让我们达成功 我认为这些事情 都尽管我们最重要的事情 但我认为最重要的事情 我们应该认为 我们应该认为 所有人的争取 以为我们的事情 和国家 我希望 因为这两个星期 发生了一些不好的 谈缺的人 所以我认识 因为我听到太多故事 说 会发生什么东西 在这几天 给那些人生气 所以我希望 不会了 马来西亚改变的日子 在只剩下最后的12点 今天早上的提名顺利 显示了民主的一小步 是我们国家的一大步 所以到今天到5月9号 我希望还没有买票 在海外工作 在外地工作的 游子们 记得5月9号回家投票 马上买票 回家投票 你的一票非常关键 你的一票非常重要 尤其是在这个时候 那么这个是竞选 是民主的一个过程 我在这边也要呼吁 选举委员会 能够保持专业和中立 除了国习三角战 巴朔伯达马周一席 则由马华安顺市议员 江顺敬挑战 寻求蝉联的行动党 天人耐都 一党支持者俱乐部的 古马里生也加入站委 曾经容周一席则由 国阵阿扎哈 土团党的安顺青年团长 摩浩默法医组 和一党的阿扎哈拉菲 进行三角战 土生土长的马秀强 能够为民政党成功保住 安树国习 亦或是尼可敏能够轻松战胜 很大关键在于一党搅局 到底能够分散多少选票 从今天开始的11天竞选期 最终会鹿死水手 就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 好新闻 朱贵敏报导